号称让你沿着急急线铁道 骑铁马玩到铁腿的旅游活动 即将在4月底到5月份展开 一连串好玩又有趣的深度旅行 路线从彰化天中沿着急急线铁道 横跨 源泉 急急 水里 一直到新印象的地利担当 号称是亲密版的山铁 天中的部分我们是 我们主要是 利用运动的方式 运动的方式就是跑步的方式 田中马来对田中和二水的一个景色 或是平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利用凉腿的方式做很好的一个巡礼 让大家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 还有我们全园社区 这个传统街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氛围 这次在两个县府以及日馆处 共同合作下推出山铁行程 铁道 铁马以及铁腿 欢迎民众搭乘火车从彰化玩到南投 能够办理这么有特色的一个 针对我们积极铁道的一个活动 那也在此也感谢南投县政府 与专业各项镇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发挥整个加成的一个效果 那也欢迎各位游客 除了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 平常的时候也可以搭乘我们 这个积极铁道到我们车程 旅游甚至延伸到我们信力 东部等等以及我们日约坦地区 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 在此来欢迎整个游客来参加 县议员王秋薯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近来来积极推动铁道观光 透过铁道串联不同乡镇的特色 相信借此对于地方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积极有一个铁道铁马跟铁腿 一个三铁的一个串联我们临近的一个乡镇 可以从我们彰化的二水田中 心意积极还有水里 可以串联到这五个乡镇 让我们的游客们能够深入的旅游 到我们这些的乡镇来促进我们这里的观光 以及我们这里的文化 借由这样子的铁道的观光 到我们这边的乡镇 借由这样子的活动来旅游 我们在地的这样子乡村的一些的文化 有搭乘火车的铁道 骑乘脚踏车的铁马 还有玩到铁腿 就是这次的三铁主轴 王艺元也欢迎民众到南投旅游 记者 抽品艺 集集采访报导